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四 佐治亚州众议院以97比67投票支持SB420法案 禁止中国代理人购买佐治亚州农田或军事设施附近的土地 此法案呼应了去年其他几个州类似的禁令 排除在过去十个月内居住在佐治亚州 否则非美国公民或合法居留在美国的中国 古巴 伊朗 朝鲜和俄罗斯特工 一律禁止在佐治亚州拥有农田 或距离军事设施十英里以内的任何土地 尽管该措施针对的是几个国家 但周议员们对此的讨论却主要是针对中国 对此投票结果 民主党人则表示担心 认为这将导致对亚裔美国人的进一步歧视 对促进国家安全完全无异 其中华裔民主党众议员欧小瑜尤其指出 SB420旨在将种族主义武器化 他说这项法案都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来自世界某些地区的军民 仅仅因为他们的国籍就可疑 就不值得信任 几日前 数十名中国留学生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无理盘查 拒绝入境甚至被遣送回国事件发生后 耶鲁大学表示 尽管校方对签证发放和入境决定的影响有限 但定会力所能及地在法律范围内探索代替方案 帮助被禁止重新进入美国的中国研究生 完成学业并获得学位 据科学报道 耶鲁正在积极与政府机构沟通 寻求促进这些学生返回校园的可行性方案 英伟达公司总裁黄仁勋日前在发布会上推出了Blackwell芯片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 之后并邀请了创立转换器技术原理的其位作者同台对话未来的发展前景 2017年这些作者发布了注意力就是你需要的一切 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 催化了生成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当时他们在谷歌工作 论文提出的注意力机制是机器学习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对于词语的上下文和含义有更好的理解力 这一架构成了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基础 同时也为了OpenAI的程序代码生成和DeepMind 蛋白质折叠等非语言应用程序的基础 这七个人如今很多都是不同人工智能公司的创始人 总裁或者首席执行官 3月19号加州洛杉矶县圣盖博士市议会 在例行会议上宣布委员吴成远为下任市长 就职典礼将于4月2号于市议会大厅举行 届时会开放给社区成员参加 共同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吴成远于2022年2月被任命为圣盖博士议会成员 同年11月份当选为市议会议员 次年3月当选为副市长 吴在盛盖博士居住了20多年 从事房地产 同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 对当地政治经济移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当了解 两年来在市议会上的工作 更加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此番出任市长 他承诺将会推动交通改善计划 制定提升公共安全设施中的中长期策略 并推出切实可行的住房方案 以确保城市发展与居民福祉的平衡 在夏图国家档案馆 每周都聚集着一群华人志愿者 做着文案索引的工作 因为这里保存着排华法案时 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的上万份记录 整理这些文件的志愿者发现了许多当年的动人故事 为公众开启了一扇美国排华法案时代的窗口 1882年排华法案 叫停了中国劳工移民美国的政策 并阻止那些已经身在美国的华人入籍成为公民 该法案于1943年被废除 夏图国家档案馆保存着60多年来的5万多份档案 记录了当时华人在美国生活的步步心酸史 志愿者们表示 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些档案会揭示出怎样的剧情 因为每一份档案都映射着不同的遭遇 可能是妇女被性侵怀孕后的求助 也可能是看书所里丈夫申请当局 准许自己向家人寄取生活费用的恳求 更有可能是志愿者无意间撞见了自己家族成员的档案 从而解开了家族再美百年生活的一个谜团 一位志愿者表示 通过这些档案透露的故事 他看到了先辈们在种种不公平的境遇中 竟仍然顽强不屈坚强奋斗的光辉人生 但在被感动激烈的同时 却不希望这样充满心酸与血泪的历史再次重演 近日针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 及其相关决定性议题 AAPI Data与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合作进行了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 就堕胎议题 亚太裔人群大力支持堕胎权力 约八成受访者认为堕胎应该是合法的 此外四分之三的人支持联邦立法 来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堕胎需求 据国会山报称 这项调查结果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55%的人在堕胎合法性问题上信任民主党 只有12%的人相信共和党 与此同时 57%的亚太裔共和党人也表示堕胎应该合法化 随着亚太裔群体人数数量的不断扩大 其观点 价值观和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地对2024选举年 各党的竞选方针和策略产生着影响 日前 梅西百货出售的第一款亚裔美国娃娃 Jelly Doll 由亚裔美国妈妈Eleanor Mark开发 现在的部分玩具反斗星门店和梅西网站在线销售 亚裔父母应努力向孩子灌输培养自信能力 接受自己的外表 家庭和文化传统 亚裔女孩应该有属于她们自己 有真正亚裔特征的玩具作为陪伴 作为妈妈的Mark表示 她创立的公司生产亚裔美国娃娃 并以她女儿的名字命名 玩具娃娃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定 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据报道 梅西百货销售的5000种 面向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产品中 一直没有一个具有真正亚裔特征的娃娃 现在这粒娃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梅西百货自豪地声称 出售亚裔娃娃符合她们一直致力实现的 产品销售多样性 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原则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